大悲咒治好牛皮血和尖锐石油 作者 听风 发布于2018年3月1日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只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世人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佛法真实不虚 因果真实不虚 我由于杀生 邪淫 说到恶业太重 果报终于来了 2015年的冬天 有一天晚上睡觉脱衣服的时候 发现腿上和胳膊上长出了两个绿豆大小的红疙瘩 上面有一层皮屑 用指甲一抠 皮屑掉了 里面露出来的是血红色的肉 当时以为是天气太冷 干燥导致的 就没在意 过了一段时间 腿上又长出来几个小红疙瘩 当时我有些害怕了 也不敢去医院 然后自己安慰自己 反正不疼不痒的就随它去吧 就这样 小红疙瘩出来一批 过十几天就恢复了 然后又长出来一批 胳膊上 腿上 后背上都有 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自己内心也非常的痛苦 夏天只能穿长裤 胳膊上的比较轻微 有时候就抹点膏药 但是反反复复又总长出新的红点 2016年姐姐带我去医院检查 大夫说可能是牛皮选 但是不能确诊 给我开了药膏 告诉我说 如果是牛皮选的话 不能完全治愈的 目前医学上根本没有搞清楚 牛皮选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当时我非常沮丧 害怕 因为这个病可能要伴随我一辈子了 心情每天都非常郁闷 在这期间 我一直在找治疗牛皮选的偏方 也在打听治疗牛皮选比较好的医院 花了很多钱 我也自己安慰自己 希望不是牛皮选 2016年的12月份 我又去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皮肤病门诊 大夫是为阿姨很和蔼 她告诉我说 就是牛皮选 当时我觉得就没希望了 她给我拿了药 内服外用 每天我要偷着去厕所擦药 不想让同时发现 内心是极度痛苦的 其实在2013年我就已经接触佛法了 平时也念地藏经 金刚经 也皈依受戒了 但是以前我造的恶业太多了 所以果报现前 我不能怪任何人 在得病的这些年 我也一直放声 做烟供 念楞严咒 大悲咒 有时候也念地藏经 只不过没有给自己定功课 有时间就多念 没时间就少念 也加入过守月亮群主的 大悲咒精进群 但是业障太重了 家庭琐事各种困难 不让我有时间念咒 所以在经济群没多久 我就退出了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自己的业力 没有福报和时间好好修 每天要为生计奔波 还要每天担心自己的病情 从2017年4月份开始 我就发愿 每天最少念21遍大悲咒 也学着网上的文章 求大悲水 大悲水坚持了10天左右 我觉得看不到效果就不求了 就还是坚持做功课 身上的牛皮悬 我也不想管它了 但是这期间我还是不死心 有人说爱揪好用 我就给自己爱揪 但是用了就管点用 不用了就用反复 而且经常用的话 自己经济上也不允许 后来我就有点放弃了 但是还是坚持每天21遍大悲咒 这是我跟菩萨保证的数量 一定要完成 我时常向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忏悔 忏悔自己杀生邪淫的罪业 就在2017年8月 我回老家乡下了 有一天下午洗完澡穿短裤时 发现腿上的牛皮悬都微缩了 变小了 而没有再长出来新的红点 我的应该是点滴型牛皮悬 当时没想到这是大悲咒的作用 觉得可能夏天了 皮肤新陈代谢比较快 所以恢复了 就这样 我忐忑的过了几个月 期间 我也在念楞严咒 求佛菩萨慈悲加持我 勇猛精进 永不退转 所以从11月底开始 每天最少念108遍大悲咒 一直到2018年过春节 一直没有复发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地藏王菩萨 如果没有地藏王菩萨 我就不可能学大悲咒 也不可能现在对大悲咒这么有信心 现在我母亲也每天念大悲咒 她以前是不信佛的 也没文化 只会拼音 她完全自学 因为她也亲自经历了 被观世音菩萨搭救的事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我还有更惊心动魄的经历 2018年元旦过后 我随丈夫回她老家过年 就在2月9号我清洗下去的时候 发现生殖器周围长了几个扁平的小疙瘩 从2017年春天 我就发现在肛门附近 偶尔也会出来一个小米粒大小的肉疙瘩 长出来我就把它抠下去 过两三个月还会长出来 然后再抠下去 9月份怀孕了 但是两个多月就停胎了 11月份做了轻功手术 术后开始 肛门附近的小肉疙瘩 频繁的长 到了2月9号 我发现 虽然肛门附近的小疙瘩没有了 但是 生殖器周围长出来好几个 几乎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 当时我非常害怕 因为以前曾谐淫过 染上了尖锐石油 当时花了1万块钱左右治好的 结婚以后 再也没有和老公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但是长出来的这些小疙瘩 让我非常害怕 因为和以前长得是一样的 我知道可能是复发了 因为以前给我治病的是一个诊所 告诉我 三年内如果复发 他免费给治疗 花费了6000元以后 又给我要了3000多块钱 给我打了干扰素 可能干扰素是有时效的复发了 或者是我经常出差 住便宜的宾馆 又染上了病毒 总之 没有这个夜阴 也不可能染病 我心里非常恐惧 不安 烦躁 每天睡不好 吃不好 老公的家乡 医疗条件差 交通也不便利 而且 我也不能告诉他 我以前有过这种病 他非常善良 也信佛 但是脾气暴躁 我不敢告诉他 我以前生病的事 所以我百度搜索 关于大杯水治病的文章 11号开始 每天求大杯水 喝一半 另一半用来清洗下身 刚开始两三天 我其实半信半疑的 觉得自己罪业深重 而且贪嗔痴 具足 并且念咒的时候 妄念纷飞 怀疑观世音菩萨会不会救我 我是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求到大杯水 这几天 我和老公都是居无定所的 所以不管在哪里 我还是每天念完108遍大杯咒 晚上睡觉前就求大杯水 喝一半 另一半清洗下身 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相信观世音菩萨 八万四千种病都能治好 我又增加了信心 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 七天到九天内就可以好 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一半 当念到第六天的时候 我发现疙瘩变小了 这时候就更有信心了 我和老公还是走亲戚 不管住在哪里 我都是睡前求大杯水 就在19号的时候 我清洗下身的时候 发现疙瘩没有了 心里特别激动 好几个疙瘩一点都没有了 非常的神奇 再一次验证了大杯咒的威力 我现在对大杯咒特别有信心 也希望以我的经历 让有缘的人看到 增强信心 也以我为戒 不要邪淫 不要堕胎 杀生 要好好孝敬父母 长辈 改自己的习气毛病 一心一意的求生净土 脱离轮回 再次战毁自己杀生邪淫的罪业 弟子真心忏悔 也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不舍弃弟子 指引弟子走向解脱之路 我用的求大杯水的方法非常简单 没有网络上写的仪轨那么复杂 具体做法如下 一 我是找一个杯子 或者碗 接一杯开水 放在床头柜上 因为不是自己家 没有佛堂和供台 二 用手机下载了一张观世音菩萨像 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竖起来 方便自己能看到观世音菩萨 三 给菩萨磕三个头 没有上香 因为出门在外不方便 也没有香 四 吸请观世音菩萨赐予我大杯水 用来治愈我某某的病 让病苦早日康复 让这些使我生病的众生 都能嗔恨心消除 怨气消除 都能增长智慧 早日离苦得乐 立刻解脱 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 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 要慈悲他们 五 跪着念二十一遍 我是手拿技术器 念满二十一遍就起来 念的时候也会妄念纷飞 但我觉得是仰仗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六 给菩萨磕三个头 念师生 那么观世音菩萨 并再次提醒菩萨赐予自己大杯水 观想菩萨把水倒入我的杯子里 然后把水喝掉一些 剩下的一部分 就用来清洗病灶了 我求大杯水没有念其他的真言咒语 我吃素已经有四年了 所以五心也不吃的 我建议求大杯水的时候 尽量吃素 别吃五心 求大杯水治病的过程可能会缩短 我个人觉得想治病 最好是发愿别杀生 吃素比较好 也要真心的忏悔自己犯下的错 我发愿病好后 每天最少念108遍大杯照 直到命中 而且要用善巧方便 影响更多的人去接触佛法 学大杯照 继续坚持每月放生 今生绝对不邪淫 不杀生 然后注印 1000块钱的经书 再抽时间 抄写七部经书 回向自己的冤亲债主 想治病的话 最主要的是对观世音菩萨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并且自己要有改正错误的决心 我的文笔不好 只能这样叙述一番 希望能给切除过大杯照的师兄们 增强信心 给那些想通过大杯照治病的人们 也树立信心 通过精进的持着后 我的生活变化也非常大 以前非常瘦 因为心理压力太大 相貌也很憔悴 没精神的感觉 而且整天愁眉苦脸的 现在胖了十斤 相貌也庄严了 脸上饱满了 每天有足够的时间念咒 老公和婆婆也非常支持我 不管多晚 我都坚持念满108遍大杯照 而且现在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 但是一定要知错改过 只要能忏悔 改掉那些错误 佛菩萨一定会加持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 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今生 能遇到佛法 改变我的命运 弟子 真心求忏悔 作者 听风 随喜功德 为何现在变得了 彼此 终于草莲 作者 作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